我们上一次呢,我们拍一个影片,那我们就在讲什么, sich versprechen,就是讲错话嘛, oder sich verlaufen,就是走错路呢, 然后呢, sich versingen,就是唱错了, 然后呢, Achim aus Deutschland, Achim Kehlenbach, 他就写那个什么, sich verlieben,然后我就开玩笑说, 那 sich verlieben是不是爱错人呢? 不是哦, sich verlieben不是爱错人, sich verlieben就是爱上一个人, 然后你看哦, sich verlieben in,后面我们家 accusation, 比方说你本来没有什么爱情,你本来就是自己一个人, 但是突然间你就是遇到,还是终于你遇到你的那个什么, 女生那个白马王子呢,男生就是那个美女呢, 那他就是爱上这个人哦,那你可以用 sich verlieben, 所以本来就是那个状况是什么,没有什么爱情,自己一个人哦, 但是现在呢,就是爱上一个人,我们可以用 verlieben, 这个并不是说爱错一个人,希望是这样子, sich verlieben in der accusative, er verliebt sich in sie, sie verliebt sich in ihn, 那我们下一个动词就是 sich verlieben, sich verlieben就是定婚的意思哦, 本来就是单身,单身就是一个状况的,但是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转变嘛, 那就是现在就定婚了,那就是 verlieben, sich verlieben mit, 那个解析字呢,后面要求 dativ,还记得吗? sich verlieben mit, er verliebt sich mit ihr, sie verliebt sich mit ihm, 然后我们看一下 sich verlieben, sich verlieben, 这两个动词差不多,中文好像是和解的意思哦, 像比方说这样好了,两个人吵架呢,那他们两个人的状况就是吵架中哦, 那如果现在他们两个人就和解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用 sich verliebt sich verliebt, 你看两个都是 mit,所以本来那个状况就是吵架呢, 但是现在这个状况慢慢转变嘛,因为两个人和解呢, 两个国家呢,以前我跟我姐姐有吵架的时候, 我们常常每天都吵架呢,但是到了晚上呢, 我们就是和解嘛,然后我们就是 sich vertragen, 我们用到这个动词 sich vertragen mit, oder sich versöhnen mit, 所以呢,再一次哦, sich verlieben in, 不是爱错一个人, sich verlieben in,就是爱上一个人, 就是这么简单的。 是吧? 是吧? 金与 blij。 我也是在干嘛, 就是这种东西。 我也是却是太子了, 我还是在干嘛, 就是的那一个人, 这是三个个做不一样的。